全球只剩下不到一万只了 被世界评为物种红皮书 列为名册的西针鸟类 白头鹤在花莲县中 消息传开之后 全台各地的鸟友是蜂拥而至 在农田旁一字排开 架设相机 迎接着七位交客 一位来自台北的鸟友就说 文讯之后清晨五点就出发 得以轻见方钟 蹲点十小时 一点也不觉得累 当地居民表示 这七只从未见过的大鸟 在帆耕田里觅食 大概已经有一星期的时间 似乎也不太怕人 有越来越多鸟友聚集 在天边架设大炮拍鸟 细问才知道大鸟来历不简单 是远从西伯利亚 飞来渡东的迷鸟白头鹤 当然是安静的 安静的保持距离 带着愉快的心情去跟它会面 因为毕竟它是迷鸟 它也是在全世界意为红皮疏里面的一种鸟类 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珍惜爱护它 它原棋地在西伯利亚的南边 东南边 它夏季的棋地会移到日本 少数会到韩国跟中国 因为气流的关系可能被带错了 跑到我们这来 米鸟这是最多的一次 以前都只有一只两只 这次几只 七只 白头鹤每年冬季会来到日本南部渡东 其余分布在南韩和中国 而在台湾属于极为罕见的鸟迷 因为它在这边 今天已经第八天了 安静要去拍吗 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 然后我就问我先生 我先生说它是保育类的 保育类的 对 而在台湾是属于极为罕见的米鸟 去年三月还曾经出现在屏东县车城乡 也吸引了不少鸟友争睹 鸟友表示 鸟类的迁徙充满了不确定因素 常因为天气或者其他原因而迷失了方向 如果在不该出现的地方出现 就会被鸟友们称为迷鸟 常常使鸟友赏鸟时的意外惊喜 记者林杰 凤林郑采访报道 接下来 接下来